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全球校友总会长颁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凭着校友们的热忱和支持 我们终于在今年初成立了福人大学印尼校友会 原定计划我们将于3月中旬举办成立大会 借此机会办理久违的聚餐以及联谊 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考量举办实体餐序比较不容易 感谢母校福人大学 公共政经理主任以及林小英组长 建议改以线上成立大会的模型 也受到校友们一致同意 今天我们将以崭新的方式举办 福人大学印尼校友会线上成立大会 我们欢迎本次大会的嘉宾 驻印尼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 陈胜鹏公使 母校福人大学江汉生校长 谢邦昌副校长以及师长们 福人大学全球校友总会蔡世民总会长 以及各地校友会会长们 印尼刘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杨如荣总会长以及各地校友会会长们 现在我们恭请贵宾们的支持 祝印尼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陈胜鹏公使 录制了一段影片 祝贺我们福人大学印尼校友会的成立 请播放影片 福人大学江校长 谢护校长 福人大学全球校友总会蔡总会长 印尼刘台校友会联合总会杨总会长 福人大学印尼校友会李创会会长 以及各地刘台校友会 代表乔记各位先进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代表陈中大使 向各位祝贺 今天福人大学印尼校友会在 母校福人大学及各位优秀的福大校友 攜手努力之下 成立 这是印尼第11个成立的台湾的大学校友会 让我们印尼刘台校友组织的阵容更加壮盛 在此特别感谢李创会长与徒步团结的辛劳 充分展现出印尼刘台人的团结与情谊 也感谢福人大学师长们 常年对于我们印尼青年学子的栽培与鼓励 我国乔生政策实施超过70年 培育超过16万毕业的乔生校友 在全球各个领域贡献当地社会发光发热 当然 印尼各地留台校友会 更是我们台湾在印尼最重要的后盾 这几十年来 印尼留台先进在事业有成之余 更不忘回馈台湾 积极扮演台湾与印尼间重要的侨阳角色 包括鼓励各地学子努力向学 保健青年学生赴台湾深造 或是运用专业语影响力 促成台印尼双方交流 贡献良多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相信福人大学印尼校友会 在理会长的带领之下 不论是与母校福人大学持续扩大联系交流 提西年轻一辈的福大校友事业发展 凝聚留台校友团结向心 参与印尼桥社服务等 也都会有更亮丽的成绩 印尼代表处也称致邀请我们福人大学 留台校友先进与好朋友们 一起努力 让台湾与印尼之间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与友谊更加的深化 更加的紧密 最后祝福今天成立大会云满成功 各位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陈胜鹏公使的祝贺 以致辞 接下来有请福人大学公共事务士 郑静宇主任 为我们介绍母校师长们的致辞 郑主任请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会请我们的校长 江校长 那江校长呢 他非常重视这一次的这个印尼校友会的成立 那虽然他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线上这个现场 那他事先呢 有录制了一段话来恭贺大家 那我们请看我们的录影 印尼校友会的校友大家好 我是福人大学的校长江汉生 那么3月31号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日子 就是我们第48个校友会 印尼校友会成立了 那我们非常谢谢李会长 还有各位校友们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校友会办起来 那事实上很久以前我们就想要办印尼校友会 可是一直没有做成 那么今天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印尼校友会 我们在东南亚呢几乎都有很完善的校友会 将来对学校不管是招生也好 不管是产学合作也好 我相信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功能 那么今天由于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没办法亲自去参加 可是我们在这里呢 中心中心的住户呢 我们这个校友会呢能够有很好的功能 大家能够常常聚在一起 那么以后呢也有机会呢 回到母校来 给我们在校的同学一些鼓励跟指导 我们学校现在大概有20多印尼的学生 那我希望将来呢 有更多更多的一个印尼的国际生 那么也有我们的乔生 希望印尼校友会将来对学校 也是有很大很大的贡献 在这里我谢谢各位校友们 谢谢 好我们很谢谢那个校长 那真的我们每次在成立校友会的时候 新的校友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到当地 那今年真的有点可惜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真的很期待未来我们大家都可以见面 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那个谢副校长 来跟大家欢迎 是欢迎请 印尼校友会会长 还有各位校友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今天很高兴 能够见到我们第48个校友会的成立 印尼校友会的成立 印尼应该是一个多岛国家 我想那个印尼的风土民情也是那个特别友善 我在这里有几个印尼的研究生跟那个博士生 所以对印尼也稍微了解 那印尼校友会的成立我想对古代来讲是别具意义 那我们在东南亚地区除了那个马来西亚 接下来就印尼 新加坡 那以这来讲我们东南的据点就就那个校友会的据点就就更多更成熟 那也向各位报告那个福人大学在江校长的代理之下 我们这几年的整个状况向各位那个校友报告 福人大学现在在全台湾那个世界排名 我们全台湾有152所大学 我们现在大概是排名全台湾是10名到12名 10名到12名 也就是说大家在台湾读书的时候 很可能讲的那些中自备的大学都被福人大学赶上了 那这不是我们说的 这个大家看贴取一排名或者QS排名都可以知道 那我们输的那个大学大概都在台清交层这些学校之外 那那个私立学校这方面我们大概输的是医学大学 纯粹的医学大学 那所以在综合性大学上面 福人大学大概是台名 私立学校第一名 那福人大学也是那个在台湾来讲 企业界最爱的一所大学 也就是说我们的校友遍布各地之外 也是企业界最爱最爱用的好用耐用 而且能够帮企业赚大钱 所以真的很谢谢校友那个毕业以后真正落实了一句话就是 你们在学的时候以辅大为荣 现在是辅大营运为荣 那辅大营运为荣的过程当中也在向那个 各位校友报告一下 辅大的成长 尤其我还是讲那个在江南城校长的任内 我们成立了医院 那企业大学在没有医院之前 企业大学大概那个 就企业的话语来说 我们一年的营业额大概是 大家应该知道是多少 我们一年的营业额大概是40亿左右 就是学费啊杂七杂八 大概是10亿左右 那企业大学的资产大概是100亿左右 那因为我们后面有的医院 还有我们努力的那个开发 努力的那个经营 企业大学因为有医院以后 然后我们现在每一年 企业大学的营业额是100亿 营业额是100亿 那我们的资产 企业大学整体的资产是200亿 那就一个企业体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是倍数的成长 我们不是说钱的问题 而是企业大学真正日上之外 除了刚刚向各位报告 我们在QS排名和PHE排名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前600到800之间 全世界600到800之间 在全台湾国已经进入一字头 10名到12名之间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五年之内 企业大学能进入到前10名 全台湾的前10名 也就是全世界的前500名 全世界的前500名 那以这个来讲 都需要各位校友一起努力 那今天企业大学在台湾所面临到的 竞争跟挑战 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下 现在全台湾有152所大学 企业大学去年是在台副校60周年 60周年一家子 在台副校一家子 大家应该都知道 但是企业大学我们在未来三年之内 我们就要成为百年大学 大家应该知道企业大学是1925年 在什么 在北平成立 北京成立 1925年在北京成立 所以2025年是我们企业大学建校百年的纪念 那企业大学大家 在台湾上课 求学的时候都可以知道 我们的建筑很不错 但是60年了 企业大学面临到的冲击是说 我们的很多建筑教室 很多都老旧了 但是还很堪用 还很好 也就是说当初 陈不休你在盖企业大学的时候 真的是 那个 什么叫高工 就是这个工法 还有这些东西做得相当好 我们现在的宿舍平均来讲 有40年50年60年 60年的宿舍 所以我们面临到宿舍的老旧 我们面临到教室的老旧 房舍的老旧 60年的老殿 所以企业大学现在 有大兴土木 我们有盖我们的移圣宿舍 我们有盖我们的新的医院 我们有盖我们的理工大楼 所以在这样方面竞争挑战过程当中 相对的资本支出也会多 那这是绝对投资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校友跟我们一起来 我们能来再精进福大的 不论从建筑 不论从教学研究服务 我们一起来努力 就像在美国 哈佛 MIT Stanford 有很多的校友 才会造就今天的哈佛 MIT 跟Stanford这些学校 那今天印尼校会的成立 那我请代表普人大学 也希望校友共同参与 我们的60周年之外 接下来我们的百年校庆 福大的百年 我们希望达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除了在世界排名之外 我们要让普大变成 不一定是第一的大学 是唯一的大学 也就是在天主教 普人大学 天主教的所有的一千多个 那个大学中间 我们希望能够效法天主教 一些优质的大学 然后我们能够在 那个整个天主教大学的 那个领域中间 能够做得更好 大家知道 普人大学现在天主教研究 这方面在全世界排名 是前50名 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那做得更好过程当中 那我们希望普人大学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能向世界看齐 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止台湾 向世界看齐 所以印尼校友会的 各位校友 我们一起努力 然后未来在所谓的 不论教学研究服务的 开发上面 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们就一起努力 甚至比如讲 在印尼我们可以开 在职专班 在印尼我们可以开 所谓的在职训练 还有讲座论坛 甚至我们还可以把 那个一些推广的教育 那个放在印尼 这个在教育上面 可以这样做 那我们在产学上面呢 我们有延伸新创公司 可以跟印尼的校友一起合作 也许在台湾 也许在印尼 我们可以开发彼此之间的合作 我们现在有计算中心 预存中心 那那个 我这里有一杯叫 一例卖咖啡 那一例卖咖啡 那一例卖咖啡 可以到印尼去成立一个分店 就像Starbucks跟所谓的 那个 那个Louis Coffee啊 什么这些种种 假设校友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开分店 到印尼都没有问题 这一例卖咖啡很好喝 就像大家那个 记忆犹新的大波容面包 跟所谓的双喜林 那到时候都可以带到印尼去 那这些 我们还有医生剧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好的产品 福大有很多很多好的产品 那我们希望跟印尼校友 在这方面充分合作 教学研究服务跟产学的合作 我们在这个方面 校友不只是校友啦 你们可以 进入学校发展的一环中间 然后我们一起努力 把福大的那个 下一个100年 我们做得更好 下一个100年 你们很可能见到 福大说明变成全世界前百大 有没有可能 绝对有可能 那这个百大 我们就要靠各位校友啦 那相对的在印尼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我们 在台湾能够协助大家 在印尼有更好 更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需要到福人大学 我们要协助你们 帮助你们的地方 绝对不要客气 随时跟我们公共事务事联络 随时跟学校联络 学校就是你们的航空母舰 靠山 回来不要忘记 我们有医院 你来做个健康检查 来做个医美 大家应该知道 那个 那个 那个马尼拉校友会的会长 那时候回来 正好是疫情 所以疫情他也做检查 什么那些 我们医院帮忙做VIP的检查 那也就是说有医院 有学校 然后还有企业 都可以为所有的校友服务 那我们一起努力 把这个东西带到印尼 带到全世界 那我们也希望 我想宜有辅仁 那那个 辅仁不只是千秋 我们希望在千秋旺势过程当中 辅仁本持着天主教的精神 我们下个一百年 我们让辅仁更好 我们让辅仁进入到全世界的百大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谢谢副校长 那那个 我们真的对未来是非常期待的 能够有更多的那个交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那个教务长 各位校友们有时候会关心一些 那个学生入学的事情 招生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会很大部分是跟教务处有关 那我们教务长今天呢 也是用那个预线录影的方式呢 来跟大家交流 各位印尼亲爱的学长姐 大家好 阿卡巴卡 我是教务长王英周 我是临床心理学系的老师 很高兴透过视频的方式 恭喜我们印尼的校友会 正式成立了 那佛仁大学近几年来有大幅度的要升 不管是在世界排名 或者是在国内的各方面的表现 那无论是印尼的同学透过乔生的管道 或者是国际生的管道 我们都诚挚的欢迎他们来福仁大学就读 那最后呢 福大不因为疫情而有所影响 我们反而快速的要升 那我们期待 防疫新生活 学习新形态 我们提供一个更友善 更优质 更国际化的学习空间 欢迎大家来 谢谢 谢谢教长 那跟学生很有相关的这个业务呢 学生到了福仁大学呢 就是很多的生活的辅导啦 很多的这个课外的活动啊等等呢 都是由我们的学务长来负责的 那我们今天学务长呢 也有在线上 那我们就请学务长来跟我们 英零校友会的校友们 这个恭喜致辞 那可能因为行程的关系 它目前还没有上线 那我们呢 接下来呢 我们先请这个 这个国际与两岸教育处的这个 国际长 因为像我们 刚刚教务长讲到的这个外籍生啊 这个的一些入学 这个是跟国际事务有关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国际长 唐威宇国际长 唐威宇国际长 那我是资品系毕业的 那目前在资品系任教 那接着公共事务事的工作呢 让我感到非常的荣耀 因为呢可以跟世界各地的这个校友们 能够有很好的一些这个交流 而且我其实也很感动 因为这么多的校友在毕业之后呢 对母校呢都是非常的关心 而且呢 这个对母校的这个情感啊跟回馈 都让我觉得 真的是福人大学 福人有会有女文 那我们福大就是大家的家 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 就是说印尼校友会能够成立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本身自己呢的这个学生 也有也是印尼来的学生 因为我之前有负责一个 全英文的硕士学位学成 那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来自印尼的斯拉巴亚 那他现在已经毕业了 然后回到印尼去去教书 那我觉得哇好棒 那现在也有一个研究生 也是指导的也是从印尼来的 那所以我就感到说 哇我们其实在这个印尼的这个校友们 如果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联系跟交流 那事实上 对于我们的印尼的校友 还有我们福人大学 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校友会的一个成立呢 可以让我们全世界各地的校友 都可以联在一起 那我们到世界各地 其实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亲人 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所以将来印尼校友会成立以后 我们全球校友总会呢 也是都会有固定的一些会议 以及呢在各地举办的那个 我们的年会的活动 那当然啦也希望说疫情能够早点过去 那我们每两年 其实我们都会在世界各地去举办年会活动 然后大家也可以做更加面对面的交流 那所以在这里呢 那我们也很欢迎我们的全球校友总会的蔡世民会长 恭喜大家来欢迎大家的这个加入 那我们有请蔡世民会长 谢谢 谢副校长 我从2017年开始就到上海来从事律师的工作 所以在上海也待的时间比较长 那在2018年跟2019年我担任上海校友会长 所以我知道各地方的校友会 其实需要靠各位学长姐非常热心的非常无私的奉献 才能把校友会运作的比较顺利 所以我今天也表达对各位学长姐的一个佩服跟感谢之意 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大家比较没有办法在跨区域的移动 所以可能需要由跨区域的线上活动增强 但是也需要各个区域性的校友会 能够多办一些线下的活动 然后能够做好校友的联系跟服务 我想可能会让我们整个校友总会会更强大 那先恭喜各位 也先祝福各位校友会的运作能够顺利 身体健康 希望疫情尽快的结束 好 谢谢 谢谢 那全球校友会 对我们各地 我们刚刚师傅有说我们现在如果是印尼成立 我们就是变成第48个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线上的这个校友会的会长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首先是我们全球校友总会的荣誉总会长 以及马来西亚校友会的会长陈小娟 小军学姐可以跟大家挥一下手吗 可以 ok 好 好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我们中华民国伦大学校友总会的理事长 江会珍理事长 江理事长 好 还有呢 我们北京校友会的会长陈启文会长 启文 Eric 大家好 好 那 另外呢 还有广东校友会的赖雷明会长 启文姐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 谢谢各地的这个校友会的这个会长来共襄盛举 我们其实都非常的这个招心 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连结 那 那接下来我就 ok 好 那我们现在得到最新消息 ok 就是我们的那个全球校友总会的副会长以及香港校友会的这个会长陈佩广学长也在线上了 佩广学长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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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谢谢佩广学长 谢谢佩广学长 这些会长呢都是很热心的前辈校友 那为我们校友会都付出非常多 今天也很高兴他 他们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 恭贺新年校友会的一个成立 好以上是我对于我们各区校友会长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然后请 因您静下来可以继续我们的会议的部分 非常感谢政主任 感谢福仁大学市长们的支持 以至乎 听到 这位副校长的讲解 很泼不及待的 想请我们李会长组成一团返回福大 现在有请印尼刘台校与会联合总会 杨如荣总会长致辞 杨如荣有请 哈喽 听到吗 清楚吗 清楚 清楚 谢副校长 郑主任 李会长 各分会的会长 各校的会长 所有的校友会 校友大家好 大家早安 今天我要向李其伦会长 李建士们 以及所有印尼的福大大学的校友祝货 祝货印尼福人大学校友会 光鲜成立 我们印尼刘台校友联合总会属下有十个地区的分会 以及十一个校友的校友会 大学的校友会 福人大学校友会 福人大学是成立第十一个的我们的分会 李会长之前也是我们总会的理事之一 现在成立第十一个校友会 现在成立校友会的会长 实质名归 经验丰富 我一起 福人大学校友会在李会长的带领下 教友们 教友们精神团结 茁壮成长 成为总会有力支柱之一 最后祝印尼福人大学校友会 慰恢恢复顺利 慰勿顺利 校友团结 谢谢大家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谢谢 好的 谢谢杨如荣 杨总会长的支持 非常感谢这么多 贵宾们的祝贺与支持 感谢师长们 对我们校友会的信任 鼓励 现在有请 我们福仁大学印尼校委会第一任会长李奇伦会长致辞 并报告成立过程 年度工作报告 未来展望 组织章程 以及李坚士干部介绍 尊敬的诸印尼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 陈胜彤公使 尊敬的福仁大学母校江汉生校长 谢邦昌副校长 王毅周教务长 陈若林教务长 韩伟明国际长 以及各位市长们 公共事务处曾经宜主任 以及各位市长们 尊敬的全球福仁大学校友 蔡世民总会长 陈小坚荣毅总会长 尊敬的中华民国校友总会 江汇真总会长 及各地福仁大学校友会长们 尊敬的印尼流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杨汝龙总会长 以及各位部长 印尼各地校友会会长 印尼各大学校友会会长 以及出席先上成立大会的 印尼福仁大学 学长 学姐 学弟 学妹们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是李其伦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见面 校友在聚 风冲美好 这是我们今天本次成立大会的主题 也是我们成立大会的初衷 不知不觉中离开福仁大学 已经30年了 想起在福仁大学的4年里 我们在课堂的学习 在宿舍的生活 参加的社团活动 在课外的打工 这短短的4年 是我们人生很难忘的回忆 是影响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段时间 这是我们福仁大学 所有校友们所共同拥有的回忆 也是这共同的回忆 联系了我们大家的情感 回到印尼之后 大家步入社会 各自忙碌着 很难得有机会 可以大家聚会在一起 可以相聚 一直到2021年11月 我们参加了 印尼刘台校友会 联合总会改选大会 在新任会长 杨汝龙协长 以及秘书长 翁启鸿协长的 以及各位部长的鼓励之下 希望福仁大学 能成立福仁大学印尼校友会 也在各地分会会长热烈的支持 及期盼之下 我们答应了 马上成立福仁大学 印尼刘台校友会 一直到后来 联系上 福仁大学 公共事务署 曾经宇主任 以及林晓英组长 在两位师长的指导 及支持下 我们筹备工作 开始展开 一直到2022年 1月9号 我们在亚加达 办了第一次的筹备会议 也在会议上 讨论了组织章诚 以及写了一件事 在委会的协长协姐抬起下 嫌我担任第一届的会长 我诚惶诚恐 接下来 接下了这个任务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 但是还好 在各位理监事们的支持 及奉献了大量的时间 心力 工作才能顺利的展开 直到今天很高兴 我们福人大学 印尼校友会 终于成立了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只能在线上 成立大会 但是我相信 这只是我们的开始 不会影响 我们未来的发展 接下来 我希望福人大学 印尼校友会 能集合校友的力量 对内 能成为大家一个 互助合作 沃通的一个平台 对外 可以为社会 做一些 有意义的慈善事业 同时 我们也非常希望 能为想去台湾求学的 学子们 介绍台湾的交易 特别是福人大学 希望在未来几年 福人大学 印尼校友会 能提供更多的资讯 及协助 帮助 印尼的协弟 协妹们 进入福人大学 就读 今天的成立大会 筹办的 有些仓促 由于技术上 以及种种因素 可能有很多不周的地方 敬请大家原谅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 我要 介绍 我们的 组织章程 福人大学 印尼校友会 组织章程 本章程 是在 2022年 1月9号 筹备的 会议朝你的 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没有在这里 先读 所有的章程 本章程 我们会承送 各相关部门 以及 公布在 校友会的 群组内 并与 2022年 3月31日 福人大学 印尼校友会 线上 成立大会上 通过 大家 可以掌声 接下来 这个是我们的 组织结构图 李建市的组织结构图 我要介绍 我要介绍我们的 李建市们 第一位 是我们的民意会长 刘其进 学长 刘其进 学长是 很资深的 59年 在 福人大学 德文西 就读 有着 很丰富的 乔务经验 我相信 我们 刘其进 学长 支持 我们 下午会 可以更顺利 所壮 接下来 我们的 顾问 林伟祥 学长 是 民国 70年 电子 工程系 谢谢 林顾问的 支持 大家好 接下来 我们副会长 保锦忠 副会长 民国 75年 电子 工程系 的 然后副会长 谢谢 接下来 我们 邓小华 秘书 是我们 福人大学 75年 自信 管理系 的 邓秘书 帮助我们 这次 沟通 很大的 一个帮 出了很大的 一个力量 谢谢 邓秘书 大家好 接下来 财政 吴慧明 学姐 民国 73年 入学 会计系 谢谢 接下来 我们财政 谢联英 学姐 75年 会计系 谢学姐 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 谢谢 谢学姐 接下来 我们公关组 组长 廖沛宏 学姐 民国76年 英文系 大家好 谢谢 邓学姐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公关组 众火生 学姐 学长 民国77年 企业管理系 也是今天我们的主持人 学辟学长 学长 不是学长 接下来 公关组 众福奇 学长 民国77年 电子工程系 众学长 在吗 接下来 我们公关组 校国会学姐 74年 国际贸易系 接下来 我们佛动组 组长 陈 淑美 学姐 学妹 77年 国际贸易系 陈组长 来一下招呼吧 喂 好 廖沛宇 廖沛宇 学姐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 谢谢 74年 企业管理系 大家好 接下来 佛动组 彭一仁 学弟 是 87年 在语言中心 就读的 非常热心的 谢谢 彭学弟 大家好 好 接下来 我们叫 文教组组长 梅文斌 学长 74年 电子学 工程系 学长 OK 接下来 文教组的 我们白名 学姐 73年 企业管理系 接下来 接下来 文教组 廖美贤 77年 应用心理学系 也是今天的 我们女主持人 大家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在东沼沼 很多同学 校友 所以在东沼沼 联络人 有 毛明方 学姐 72年 企业管理系 东沼沼 联络人 谢谢 大家好 好 接下来 我们在 苏岛 有张一文 学姐 是75年 苏门达拉岛 苏门达拉岛 的联络人 75年 国际贸易系 张一文 学姐 大家好 我们 很多 俘人的校友 现在 居住在国外 印尼同学会 很多校友 居住在国外 所以我们 在台湾 有留台的 还在 居住在台湾的 学长 莫明福学长 为我们 在台湾的 联络人 是75年 电子工程系的 接下来 在新加坡 我们有 邓荣强 学长 是我们 印尼 留台校友会的 新加坡联络人 75年 电子工程系 接下来 我们赖伟南 学长 是在美国 居住在美国的 我们留台校友会的 联络人 是民国 72年 国际贸易系的 学长 大家好 谢谢学长 以上 大概我们 李建事的 成员 谢谢各位 李建事的帮忙 我的报告 先到此 谢谢 各位 谢谢 李奇尔会长 期望 李会长 带领我们 辅大 校友团队 及 全体 学长 学姐 学弟 学妹们 团结一心 校友在聚 工创美好 这是我们即将进入 最关键的时刻 恭请 谢邦昌 副校长 班授 福人大学 校旗 和 印尼校友会 会旗 象征 福人大学 印尼校友会 的成立 请 郑主任请 副校长请 乐乐的鼓掌 三 二 一 谢谢 谢谢 副校长 然后 恭请 福人大学 全球校友总会 蔡世民 总会长 颁发 会长 聘書 谢谢 副校长 谢谢 由副校长 代理 蔡世民会长 然后由我来 代接受 代理 印尼校友会 由会长来接受 三 二 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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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蔡总会长 谢谢 谢副校长 以及郑主任 我们福人大学 印尼校友会 正式成立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能肩并肩 携手合作 让我们的校友会 能发扬光大 发挥最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要播放 福人大学的校歌 以及观赏我们 精心剪辑的聚会短片 请播放 我们下期见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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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有疑问 无效之魂神泪山针 三知是求命的日行 为其托是愿之彬彬 不必轻薄天下归人 世纪的痛 生之永存 祝我夫人 其手千针 祝我夫人 其手千针 夫人有魂有疑问 无效之魂神 美山针 三知是求命的日行 为其托是愿之彬彬 不必轻薄天下归人 世纪大同 神之永存 祝我夫人 祝我夫人 其手千针 祝我夫人 其手千针 Get called 成 名ged yang 彬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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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彙 help me 祝我夫人几首尖尊 夫人有恨有疑问 无效之魂神泪伤阵 三知是求命的依幸 为其多事问之命名 父依经过殿下贵人 世经大通神之永尊 祝我夫人几首尖尊 祝我夫人几首尖尊 现在我们进入节目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要进行线上大合照 请把大家的四项头打开 记录我们成立重要的一刻 四个一起 照相一起照相 合照开始 好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因为 有单课 好 好 合照王毕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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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学校 我们校友会成立大会的节目 即将结束 非常感谢今天出席的所有嘉宾 资长们 以及校友们 感谢各界的参议和支持 使得我们的成立大会可以圆满结束 谢谢大家 李诚 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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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 恭喜国人 謝謝主持人,謝謝主持人,謝謝主持人 兩位,謝謝 謝謝主持人 跟羅生加油 歡迎結局之後趕快回來台灣 好的 張委長 張委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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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貴賓先離席,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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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